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来到台湾生活的新住民朋友越来越多了 他们不只是在台湾落地生根 那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带到台湾来 像是有很多的异国的这些美食料理 他们的家乡美食就呈现出 我们跟不同国家的这个文化交流 那我们这一集的多元族群分享爱 就邀请到来自于印尼的新住民朋友 她叫苏娜娜 待会会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印尼的一些特色的美食餐饮 另外这一集也邀请了 同样来自印尼的新住民朋友 钟莉莉来担任我们这一集的客座主持人 用新住民的角度来带着大家 深入了解更多的 这些新住民的多元文化 那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客座主持人 欢迎钟莉莉 莉莉你好 你好 规定众 大家好 主持人 大家好 那今天呢 莉莉一样也邀请了 同样来自印尼的 你的家乡朋友 娜娜 你好 你好 我是苏娜娜 苏娜今天有莉莉也有娜娜 你的名字很好记 对 谢谢 那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来到台湾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是怎么样来到台湾的呢 来台湾的大概九年了 九年 是嫁过来台湾 嫁过来 被人介绍 别人介绍 是嫁来台湾的哪里呢 我在那个苏丽丝坛啊 那个哈干云 哈干云 哈干云 所以苏娜娜是来到台湾 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了 娜娜是因为婚姻来到台湾 嫁到苏丽县的虚坛乡这个地方 是 那我们这一集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印尼的这个 你们家乡很有特色的一些美食 一些餐饮 我们来介绍给大家 那首先就是在吃东西这一方面 你来到台湾九年了 实际也蛮久的啦 那刚来台湾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呢 那个都吃东西了 吃东西的应该一点点不习惯 刚来的吃东西也不习惯 然后那个天气了 天气 天气不大 不大 不一样 不一样 可能印尼会比较热 然后台湾就会比较冷了一点 所以一开始最不适应的 好像应该大部分新住民朋友 真的都这样 他会讲话也不大懂 以前刚来的 是 你的中文是来到台湾才学的吗 是啊 所以来台湾之前一句都听不懂 听不懂 没办法沟通 那你们怎么沟通 慢慢学啊 他们讲什么 我自己想 他讲什么 我先慢慢用那个头脑 头脑想一下 他有什么 有时候他用手的 用笔 笔手说 对啊 笔手话 他是什么的 有蛮厉害的 用笔手的方式去活动 我三个月在印尼公司那边 想来台湾 刚开始了 要来台湾了 在那边公司三个月 马上来台湾 不大懂他们讲什么 我知道是那边 有给我一个正本书 还有印尼花 一本书 那个吃饭啦 简单的生活绘画 对啊 吃饭简单的可能就是会去教一下 扫地什么什么这样 不是很 所以你九年前 有先在这之前有先来过台湾吗 对不对 有 你教过阿妈 先当淡水 在淡水啊 对啊 淡水 所以那时候现在台北 对啊 现在台北淡水工作 所以 第一个语言 你要先能沟通 所以你在印尼的时候 可能那个 仲介公司就有先 让我们宣学一些简单的 对话 让你可以沟通 对啊 也算那段时间 让你打下了一点基础 然后后来 也认识现在老公 人家介绍的吗 是啊 我的介绍啊 那个我堂妹的介绍 哇 一家又嫁到苗栗来了 蛮远的哦 你堂妹是嫁过来吗 不是 她的看康夫一样 一样当康夫 她的 我姐姐的 她老板啦 那个老公的姐姐 老公的姐姐 关系蛮多的啦 反正就是 姻缘机会之下 你也是 亲戚啦 亲戚 对 她都来 印尼看我 我像找工作 不是找 不是找老公 不是找老公 不好意思 我应该是讲话的不大 不会不会不会 其实 大笑 简单的表达 其实大家都 都听得懂 而且你来九年了 对不对 对没错 一定有两个小孩 嗯 一定有两个小孩 可是 有没有 其实还是蛮难的哦 因为你要学一个 你完全陌生的 不懂的语言 从听 对啊 然后 慢慢的要能够 去认一些字 去学 对啊 要去了解她 要不容易啊 真的真的 因为真的很多新住民朋友 来到台湾 都从零开始 对啊 对啊 那天气啊 刚刚讲到了饮食 你真的都非常的 呃 就是说 也是要重新适应嘛 因为 变成说 你在印尼 吃的东西 跟台湾 你觉得 有没有差别 有啊 很多菜别 很多菜别 像你 那个 印尼的 口味比较重 然后喜欢很辣 嗯 如果台湾的 不吃辣 然后的 煮东西 不叫淡淡的 没有味道 这样 你本来觉得台湾淡淡 台湾比较淡 台湾比较淡 对 没错 可是你嫁到 斯坦是客家人嘛 对不对 是 客家人的饮食 算蛮重的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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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咸吧 而且他们 很喜欢吃控肉 那对了 控肉你会吃吗 我没有吃猪肉 这个的 一个问题都在这里 我们印尼的 因为我先回家 我没有吃 不能吃猪肉 不吃猪肉 所以 刚好的 我老公看到 我没有吃猪肉 嗯 跟我婆婆 她说 不要给 给我啦 这样 不要给你 对啊 每次都 她煮菜的 每次都没有说 讲到猪肉 其实客家料理 很多都是用猪肉 都是猪肉 客家小炒啊 他们猪肉很好吃 可是我没有吃啦 那个 如果没有放猪肉 可是很油 跟那个 猪油 嗯 有怕的 他们要放猪油 什么 可是她 每次都 如果她 我婆婆 饱那个粽子 哦 对 粽子 粽子 因为会有猪油 对啊 她说 放沙拉油 这个的 很像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素食一样 素食一样 她每次都给我 她自己做的 给我吃 娜娜 这个是 给你包 然后给你 特别 就是婆婆 因为 因为知道你不吃猪肉 对啊 我婆婆慢好啊 对啊 我遇到好婆婆 好啊 谢谢 可以理解说 我的媳妇 不吃猪肉 那我就特别 对 也是尊重 两国不同的文化 婆婆真的不错 对啊 我婆婆 不会要你去改善 你的生活习惯 不是要你 硬要你改变 没错 对啊 对 所以 也还好 就是在饮食上面 因为有些人会因为 吃的方面 不习惯之外 可能会跟家里 会有一些 冲突 对 冲突发生的时候 就 那比较 就是要 要花时间沟通 对 那那这边听得懂 对 对 那你喜欢的美食 你会自己煮吗 比如说 婆婆有煮了 猪肉一些 然后 我自己会煮 因为 我常常注意你菜了 如果我 那个 他们要 想 大家来 那个 我老公的姐姐 哥哥要来 是不是他们又想吃猪肉 什么什么 对啊 我自己也会煮 他们也会 那个 买鱼跟奶奶奶 那这会煮鱼 鱼啊 我们煎一煎方 那个 嗯 葱 蒜 葱 葱 蒜 蒜 蒜 那个 都可以 调味料 性香料 是可以的 是可以 所以你 你不吃猪肉 但是你可以去做 你会去料理猪肉的料理 所以是可以 可以 可以 他们说 还不错 你可以去摸 摸猪肉 摸都可以 没有那么严重 不过吃的 我们不习惯 然后 那个 不习惯的怎么讲 我们是四季妮 如果不习惯 不想吃 如果你一直想吃的 是不是想吐 如果不习惯 所以你刚来到台湾的时候 听说 因为真的不习惯 这里的食物 你真的会很反胃 对啊 那时候 有吐哦 真的有吐 想吐 然后都没有吃的 我们也肚子饿 又怎么 对啊 每次都吸 肚子饿怎么办 刚来的 我又不敢跟他讲 你们偷藏很多英里泡面 对啊 我没有吃猪肉 这样这样 我又不好意思 可是以前都 他们不知道 如果我没有吃猪肉 你就逼自己吃吗 为了生存 为了不要饿坏地吃 不是 猪肉不要吃 其他的如果有那个 他便当啊 什么什么 我其实可以吃那个 他便当都会有猪肉的油啊 翻个青菜而已 那个猪肉我没有吃 你就毙掉了 就不要吃他 所以就放在边边 就吃青菜就好了 对啊 所以很多的新住民朋友 刚来到台湾 真的就是 好辛苦哦 我就觉得你们要花很多时间 去适应 对啊 除了天气之外 你看吃 因为我们每天一张嘴 明以时尾天 大家都要吃东西 不吃饭会肚子饿啊 对 刚来台湾 有没有瘦很多 有 有啊 有瘦很多 真的哦 对啊 因为美食的不习惯 对对 水土不服都会这样子 而且他们会讲说 为什么台湾的美食 没有口感 就没有像 你们原来的家乡 印尼的这些 香料比较多 比较重口味 是 好 下一段回来 我们再请 娜娜也跟大家分享 她喜欢的印尼美食有哪些 还有她现在 会做的台湾美食有哪一些呢 待会再回来咯 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